凡事欲择利,不欲择废 谈判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谈判是一门求双赢的艺术 纸上谈兵不是真本事 运筹帷幄才算真英雄 有血有肉的谈判课 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带您决胜千名 大家好,我是刘碧荣 欢迎您再次收看和风谈判课程 今天我们是第九讲 让步的基本技巧 幅度次数速度 为什么要谈这个呢? 因为在谈判的时候 你少不得会让步 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不让? 我一上桌我什么都不让 你不可能嘛 那你不可能不让的情况下 那我要怎么让呢? 对不对? 那我的让步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让步的过程里面 我想传达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我又该怎么传达这个信息呢? 当然,这一讲 我们讲的是基本的让步的动作 后面我们的谈判锦囊 我会教你很多不同的战术型的让步 可是在学战术型让步之前 这个基本的让步标准动作 你一定要会 标准的让步动作呢 它是由三个元素所构成的 分别是让步的幅度次数速度 假设我们今天开甲八千 而我的底价 底价在一团云雾之中 我不知道我真正底价在哪里 我也不需要让人家相信我底价在哪里 知道我底价在哪里 对不对? 我只要让他相信七千四是我的底价 是我让步的底线 好 假设我开八千 我的底线是七千四 那我让步会怎么让? 我们从八千往七千四降 我距离七千四越远 我的脚步越大 因为我有很多东西可以让 所以越靠近七千四 我越来越没有东西让 不自觉间 我的让步幅度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所以人家就是由我让步 是否越来越小 这叫做幅度递减 来判断我是不是到底了 所以我今天跟别人谈判的时候 人家很有经验 他就会看我是不是越来越小 那我今天学过谈判了 我知道他想看什么 我演给你看 那怎么演给你看 那就是我让我的幅度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那什么叫越来越小呢 假设我想让二十万 我第一步先让九万 六万 三万 两万 看到没有 九加六加三加二 加起来二十 可是他的步伐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越来越多呢 先让两万 再让三万 再让六万 再让九万 你越来越多 然后告诉人家说 你到底了 没有人相信 对不对 所以你要记得幅度是第减 而这个幅度越来越小呢 它可以是加号 可以是减号 因为它如果是卖方 你就由上往下降 你是越来越小 你如果是买方 由下往上加 加号也一样越来越小 所以让步幅度越来越小 这是一个基本动作 第一个 第二个元素呢 让步次数原则上少 你看二十万让一次 跟两万让十次 给人的感觉一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 二十万 撑撑撑撑撑的 最后啪让一次 让二十万 对不对 二十万让一次 对方会说 二十万没多少钱 让他要你的命一样 我再让一次 门都没有了 好了好了 我是选择接受他的条件 如果你是两万 两万 两万 走小碎步 对方讲 又让一次 又让一次 两万让十次 对方讲到底了 对方说 你让步跟母鸡下蛋一样 是不是 那我再凹一下 看有没有十一次 有没有十二次 他就凹你 所以让步次数不能多 第三个呢 让步速度 原则上慢 我们老以为说 早早让完 早早回家 结果你发现 早早让完 就回不了家 对不对 所以让步的幅度 次数速度 这三个非常重要 那这么重要的让步 我想传达出什么讯息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很大一个元素 那基本功呢 原因就是 我要传达出 我底线的讯息 你看啊 叫买卖双方 卖方开八千 买方还七千 对不对 卖方从八千让到七千四 停了 那买方就面临一个选择 要不要接受 买方有三种选择 第一个叫接受 接受七千到七千四 就达成协议了 第二个选择呢 就是不接受 不接受呢 那就是破裂 第三个选择呢 就是不选择 不选择就是拖 我是卖方 我希望达成协议 我怎么达成协议呢 我告诉买方 大哥 你要做选择 只有买方同意做选择 才可能选择出来 接受的这个结果 那元教老师 那买方可能选择不接受啊 我说我当然知道啊 但是不接受 我晓得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嘛 对不对 总比他永远在马路上晃 来得好嘛 所以你要人家接受 你必须传达一个信息 告诉人家说 这是底线 讯息怎么传达 那就是八千 让到七千四的幅度 次数速度 当然有一种情况 我们要补充一下 有的时候呢 你看卖方 从八千让到七千四 每个人都晓得 卖方还可能让到七千二 可是呢 买方却还是愿意在七千四 跟他会合 不等那个多等的那两百块 为什么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不想等 等下去成本太高 每一个谈判 等不等 他其实都有成本效益的问题 在这里 你知道吧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说 如果我等下去 我成本太高 为了等你从七千四 让到七千二 那我别的地方 我损失三百 我等着两百 我别的地方损失三百 不是更不划算吗 那我宁可不等 宁可不等 对不对 所以这个当中 我们是可以看得到 所以有的时候 是这种状况 可是除了这种状况以外 大部分绝对都是 幅度次数速度 这个是任何学谈判的人 你都一定要能够 掌握的基本技巧 其他很棒的 很炫的这些技巧 都是后面 那这些 这个基本功 最实在 你一定要回 回家练习一下 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一场 有谋略的脱口秀 这是一张 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